我们来看一下新市场 如果要进行大量投资 他们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这些新市场 尤其是中国大陆跟印度 一个有13亿人口的市场 一个是12亿人口的市场 那么对他们来讲 这个市场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而是人太多 他们需要很多的粮食 那么他们最害怕的 就是当他进行过多的政府投资 或是民间投资的时候 通货膨胀 那目前看起来 这很难避免 因为美国这个全世界 最大的粮食制口国 正面临1930年以来 最严重的感慨 我们来看国际运营价格 本周继续的上涨 1.44% 另外国际黄豆价格 本周是下跌了2.88% 但是相对于6月份底的时候 当时在6月初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几乎这些价格都上涨了 接近60%左右 而这些这么大的一个价格涨幅 最明显的表现在 美国的牛肉 现在已经比龙虾来得更贵 那么未来 到现在年底为止 这些粮食的短缺 都无法太该解决 明年的粮食 尤其是明年年初的粮食价格 势必非常的高 美国现在几乎没有人敢辩论 不再有全球暖化的质疑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今年的天气 所面临的干害 是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 再一次人们不得不面对全球暖化 CNN主播曾经足迹踏遍全球的特派员阿曼波 在节目开始 劈头就说气候变迁辩论已经结束 因为暖化存在已毋庸置疑 美国今年的气候意象就是最好证明 这是美国从1930年代沙尘暴后 从未出现过的景象 三重诅咒重创全球最大粮食出口国 全美90%玉米田严重干旱 这使得玉米以及黄豆价格一路走高 玉米涨幅甚至飙迫50% 足足是过去六周的两倍 因为缺水 多数收成的玉米卖不了 只能磨碎变成动物饲料 而高温少雨背后原因 也越来越多人指向全球暖化 几乎是同一时间 美国干旱 俄罗斯却在淹大水 一场大雨就酿成黑海附近 如海啸般的世纪洪灾 Some people say it can't be global warming increased rainfall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right however realize that global warming is a misnomer it should be called global swings you can have droughts in one area and next door you can have hundred year rainstorms and flooding in the next area and have you noticed we have all these hundred year floods hundred year droughts hundred year floods hundred year rainfalls I mean give me a break all happening in obviously much less than a hundred years get used to it we're going to have hundred year this right next to hundred year tha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it's global swing 这无疑将使得 海平面快速上升 最终让美国前 副总统高尔 所制作的纪录片 不愿面对的真相 变成真实世界的景况 take a look at sea level rise fo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we can measure the sea level rise going up eight inche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nd it's accelerating so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used to the fact that Wall Street may be underwater in part parts of Boston by mid-century could be underwater because it's basically landfill and look at Venice look at all the hot spots realize that many of our coastal cities is where people live and with the sea level rise it means we're going to have flooding and perhaps dikes around Manhattan 这不是梦境 而是你我身处的地球 科学家日前模拟全球暖化冲击 预言这里将会没有水 没有生物 一片死急 这个气候诅咒一旦成真 你我都将沦为气候难民 而美国呢 现在因为自1930年来 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大的干旱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干旱的冲击呢 对全世界都是粮食短缺 而且粮食价格大幅的上升的讯息 这时在经济衰退里头 各国政府要寄出更多的投资方案 他们对于通货膨胀的疑虑 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国家 像中国大陆 像印度 他们格外的忧虑 而中国大陆自己本身 很重要的粮食生产区黄河流域 最近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洪风 还有可怕的暴雨 进入七月以来 中国大陆从南到北 纷纷遭遇暴雨袭击 多处创下了最大的降雨记录 北方降雨量超过南方的情况并不多见 尤其是在大西北 通常忧心的都是干旱 今年却是异常反差 降雨量平均要比常年多了40%到150% 陕西雨林嘉县遭逢了40年来最大的暴雨 这条20公尺宽的连外道路被洪水结成了三节 那么这条路呢 嘉县人可以沿着它一直走到山西 可以说原先我左手边就是穿城而过的嘉卢河 那么嘉卢河距离我的直线距离应该在200米以上 但是呢 由于283毫米的强降水 让这条河的河面一直延伸到了我脚下 也就是掏空这条路的原因 过去陕西嘉县的年降雨量也不过380毫米 记者连线时所说的一天238毫米 等于是一天下了一年的雨 而暴雨灾情不止陕西 河北的卢龙县这条原本只有20公尺宽的河面 现在变成了500公尺 河水来得快47人来不及躲避 被困在了沙洲上 那里边还有人是吧 没人了是吧 就这算最后一批了吧 橡皮艇在湍急的河面来回穿梭了5个小时 终于把散落在沙洲上的村民全部救出来 多少年也没这么大水 最初快乐我去撂电也撂 一般来说一小时降雨超过30毫米了 就很容易存在 那么这次啊 无论是这个北京也好 在河北也好 还是内蒙也好 还有包括最近的这个陕西和山西啊 那么局部对去一个小时的降雨 都超过了80甚至于100多毫米 那么这么高强度的降雨 那么往往就容易发生比较大的灾害 宁夏银川在7月30号降下了113.6毫米的雨量 不但造成了市区多处路断积水 下水道严重倒灌 还诱发了赫兰山沿山部分地区 出现了山体摊坊等地质灾害 甘肃林瑶暴雨引发土石流 导致公路中断 山西近城有多处房屋倒塌 群众被困 黄河上游出现了1990年以来的最强殉情 从7月23号开始黄河上游的九所大中型电站开始实施陆续的泄洪 累计泄洪量到今天已经达到了3.86亿的立方米 7月30号那天 3号洪峰在黄河上游形成 这是宁夏河段1986年以来的最大洪水 包括了黄河流域的龙阳侠水库 刘家侠水库 三门侠水库和小浪迪水库都严正以待 黄河这么一条河流几十二十多年了没发生大的洪水 那么这次发生的年纪出现三次洪峰 这是比较少见的 到目前为止全国一共有330多条河流超紧 那么有35条河流发生了超保存水位的洪水 黄河洪峰也通过了著名的景点 湖口瀑布 高达每秒10600立方米的流量是平时的20倍 这也是23年来湖口的最大洪峰 平时这里的水流量是500到600立方米每秒 现在可以说已经超过了4到5倍了 而大家可以再往远处看一些 如果这里的水流量达到了3000立方米每秒 也就是没过了远处的那个高一点的拱桥的时候 这个景区所有的游客将会被撤离到相对比较安全 也是高一些的停车场的区域 黄河洪水凶猛 长江也在面临考验 中国大陆今年是黄河 长江 洪水启发 今年7月份以来 三峡大坝经历了4次洪峰的冲击 那么经过了三峡工程 这个雪峰确保了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安全 进入三峡大坝是7.12万立方米 出了三峡大坝只有4.3万立方米 削减了40% 三峡大坝的成功削风使得下游湖北京江河口水位下降2公尺 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防训人员暂时松了口气 尽管如此各地的雨还在继续的下 黄河长江一北一南情势依然十分严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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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